10点不一样 我是黄一文 带您来关心天气动态 透过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看到 杜苏瑞台风 现在是来势汹汹 未来一到两天 它会以西北西朝 西北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路径会比较靠近台湾 所以快礼拜二 25号的时候 就会发布海陆警报 那么下周四 可能会从宜花登陆 杜苏瑞在海上 因为有移动的关系 所以不排除深至墙台 恐怕带来好雨 对我们台湾 是有威胁性的 不过它北转的角度 还是决定 对我们台湾地区 影响的程度的轻重 无论上下午预报 气象局都示警 青台杜苏瑞 可能直接威胁台湾 从台风最新入境 前世预报图来看 杜苏瑞最快周日 转成中台 下周一开始增强变胖 又逐渐北转趋势 下周四 可能从宜花登陆 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 台湾的台风 那以这条路径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 对这个 这个北部 东北部 以及东部地区 这威胁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呢 后续路径 还可能会有一些 些微的变动 海陆景可能接力 最快下周二发布 尤其各国路径预测 误差圈也缩小 欧洲 矽极模拟 杜苏瑞中心会擦过 台湾南部 以及西南部 分别矽极成员 不少通过台湾 而美国矽极模拟 平均入境通过 公古岛海面 矽极成员 大多分散台湾 东侧海面 部分触及台湾 要看它北转的角度而定 因为这个台风 对我们台湾 威胁性很大 所以就是 是不容小觑的 气象局预估 周二开始台风 外围影响 东半部和横春半岛 整天下雨 周三周四 是台湾受影响最大时间 气象风险公司也说 不排除中心在东部登陆 穿过台湾后 继续北上的可能性 全台都可能有强风好雨 至于有没有可能放台风架 26以及27号这两天 比较靠近台湾 但是呢 就是 未来还是有一些变数在 气象局雨带保留 但提醒北部东半部 于是可能最显著 暴风圈 清洗几率也破四成 杜苏睿来势汹汹 全台都不能松险 TB新闻综合报道 无二战战要来看到 是美国具有争议的 急速弹药 现在确定运抵的是乌克兰 那么现在更已经被证实 是已经派上战场了 俄罗斯总统普清 则隔空拍炮 他讥讽乌克兰反攻受挫 让西方苦称弹药供应 依法精准命中目标 美国军援的 AM777榴弹炮 频频建功 美国急速弹 现在也确定 已经派上战场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清 嗆瞎 号称坚不可摧的西方军备 不堪一击 因为乌军在反攻遭遇重挫 西方只要努力维持弹药供应 胡青对外隔空开炮 对内则是持续打压一己 但就算支持战争的同路人 现在也遭殃 有愤怒的爱国者之称 俄罗斯著名军事部落客葛金 日前就因为批评普京 现在被抓起来 葛金曾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上校 还是对内刺客人民共和国防长 不过他最著名的是2014年 击落马来西亚航空 机上298人丧命的主嫌之一 而被海牙法庭判刑 拿葛金开刀 美国CIA局长这回分析 其实是普京在拖时间 因为他可能还在等候最佳时机 要来想想要如何处置 日前兵变的瓦格纳集团首领 布里格金 TVBN新闻 最后报道 来看到是俄罗斯近期狂射搞马脑飞弹 那乌克兰的军队拦不住的原因是什么呢 把时间交给佳琪 俄军最近动作频频尤其呢 他们又射出了这搞马脑飞弹 所以现在乌军可以说是拦都拦不住 到底为什么原因曝光了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的是 其实乌克兰之前派出了两艘无人艇呢 去轰炸俄罗斯的客区大桥 那么这样的举动 当然也就激怒了俄罗斯总统普钦了 俄军呢就连续四天 暴富性的来轰炸乌南的港口城 而且他们现在还推出了这样子的武器呢 就是P800搞马脑超音速反舰飞弹 还有KH-22的反舰导弹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P800的搞马脑呢 它呢其实飞行速度每个小时是3000公里 接近目标高度只有10到15米 所以说是可以很近的 所以呢对于敌人来讲探测 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为了对抗航母等敌舰所制造的武器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推出这两款都能够突破乌军的空防 乌克兰呢空军发言人也说了 他们现在也没办法 只能靠电子战来干扰 要击落它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它真的太快的地空导弹 对于乌军来讲真的是有困难 所以他们现在也希望寻求西方的帮助 给他们更好的防空系统 浓浓浓黑烟不时还有火焰窜出 危险的是周围都是建筑大楼 这起爆炸是发生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塞凡堡市区 传出有药房和蔬果店被波及 当地居民都纳闷 这是不是乌克兰的军事报复 因为俄罗斯21号再度轰炸 乌南港口城市奥德萨 港口的粮食出口设施被俄军击中 七枚巡异飞弹不仅造成两人受伤 还摧毁了120吨粮食 俄军已经连续四天狂轰奥德萨 20号的空袭甚至波及不少民间设施 乌军也无奈指出 当天的俄军飞弹飞行高度都太低 他们只能击落大约四分之一美 俄罗斯退出古粮协议后 对粮食出口港城奥德萨狂轰猛炸 乌克兰指控莫斯科根本是绑架全球粮食 而俄方在联合国上态度却持续强硬 随着俄国攻击变本加厉 有消息指出 华府25号可能会宣布 对乌克兰4亿美元的最新军援案 要继续加强乌军的防御能力 TVB新闻做不到 俄军接连四天是轰炸奥德萨 连中国大陆在奥德萨的领事馆 也都被炸弹波及 部分建筑是毁损 而且有6万吨准备运往大陆的粮食 也被炸毁 暗夜中大量光点在空中飞来飞去 强陵弹雨的声音让人听得更是害怕 直到白日降临 这波攻击终于结束 但乌克兰奥德萨的海滩上 已经出现大量无人机残骸 俄军攻击力道越来越大 现场连线的CNN记者 背后一片黑 偶尔出现的亮光 就是拦截火箭的爆炸火光 和防空系统 发射用来寻找无人机的红色异光弹 能击落一架无人机 是一架 否则只会有更多 民宅或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俄军这场夜袭也波及到中国大陆 在当地的总领事馆 部分建筑遭到炮击回损 连准备运往大陆的六万吨粮食 也毁于一旦 美国国安单位还警告 俄罗斯可能还会在乌克兰港口附近航道 布下水雷 甚至攻击行经黑海的民用船只 奥德萨频频遭轰炸 乌军在东部前线作战 也不如预期中顺利 一段前线新画面显示 乌军和俄军两支部队 在相当近的距离内交战 敌人躲在暗处战壕里 站在地势较高处的乌军 先用机枪扫射试探 确定敌人发射位置后 就拿出手榴弹往前一丢 以往打进 未避免有漏网之鱼 乌军最后还兵分两路攻击 对一专选短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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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esi 不过去探索 俄军被打得剩下一人 只好出来投降 被双手反绑 等候发落 然而不是打退俄军就好 夺回的师徒也很难处理 乌军还要确保 前线俄军无法获得后援 另外继克斥大桥后 俄军在指控乌军攻击 克里米亚东部 以出军事训练场 由于遭袭击的是弹药库 火事估计要两天才能扑灭 据了解乌军这次使用暴风引飞弹来轰炸俄军基地 乌克兰情报首长还发布声明 说乌军成功在克里米亚半岛执行一次攻击任务 简洁证实是他们动的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军血战乌军六个旅 占领了乌冬制高点 准备发起死亡冲锋 详细内容交给佳琪 乌克兰喊出要大反攻 但现在俄罗斯也派出了死亡冲锋 还扬言要血战乌克兰六个旅 尤其是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乌冬的制高点 对于乌克兰的情势更是相当不利 我们透过这张图 但也看到红色的部分 是相对来讲地势比较高的区域 那么乌军现在跟俄军在交战当中 俄军是以这两翼包抄跟死亡冲锋的方式 逼着乌军看你要死守 还是要来撤退 那么后来他们就占领了这关键的据点 也就是黄色的这个地方 叫做新赛利福卡 那么它是海拔160米的制高点 那么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地方 来灭掉乌克兰的六个旅 但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彻底控制酷皮扬斯克 那么居高临下 希望摧毁乌克兰的整个防线 那么他们希望把北线的乌军 现在已经拦腰切成了两截 那我们可以但一看到 是乌军的状况也不是太好 因为现在包括他们的兵力 单药 库存 武器的装备 甚至是他们的后勤补给 都已经大打了临界点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 现在情绪对他们来讲 似乎是不太妙 来看到的是美国和盟友 平凡的举行军演 从22号开始 以美国和澳洲为首 展开两年一次的 护身军刀联合军演 而今年的规模非常的大 共有13国参加 似乎就是要向北京秀肌肉 多艘登陆艇冲向海岸 直升机发射炮弹 三万多名陆海空大兵 来到澳洲参加 堪称是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由美国和澳洲从2005年开始主导 每两年一次的 护身军刀联合军演 今年扩大举行 包含美国加拿大英法德 澳洲纽西兰 斐济日本南韩印尼等 13国参加 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则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而这次军演 美方不讳言 就是要向北京秀肌肉 同时澳洲当局20号 在当地东北岸海外 发现一艘大陆间谍船中机 他们强调澳洲捍卫区域 稳定在所不辞 美国也再度警告 台海是重中之重 除了隔空海化 下礼拜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和防长奥斯丁 将启程访问距离 中国大陆不远的南半球国家 无疑就是要因应北京 日益扩张的区域影响力 TPP新闻综合报道 白共资金争夺战 从5亿变成了1.13亿 看得出来美国参众2亿院 融资源台的金额差距非常的大 时间就可以交起 美国不是都说跟台湾好吗 记忆怎么现在说要 融资给台湾从5亿 变成了1.13亿 原来是美国参众议院 有不一样的意见 所以融资台湾的钱 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带来看到是 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 外国军事融资法案 现在对台通过了 是美国要给台湾 35.3亿的台币 换算成美金大概是1.13亿 不过大家就很好奇了 之前众议院不是说好 要给台湾156.23亿的台币吗 换算成美金就是5亿元 那么怎么大幅缩水这么多 那么国防新闻就报道了 他说参众2院 其实对于对外的军援 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么现在还有190亿美元的军售 还没交付给台湾 那么五角大侠就说 坦诚对台湾的军售 是有那么一点延迟 但是反对用积压订单来形容 他们说拜登政府呢 也没给具体的时程 但是很希望可以像乌克兰这样 可以快速的交这些军备给台湾 但实际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到现在还是个问号 国军的汉光演习 持续在各地进行预检 在新北市的巴黎摊案呢 是进行了反登陆的作战超炎 有海军陆战队多辆AAV拐 两栖突击车载运部队强攻摊头 要扮演的是攻击军 巴黎挖子维海滩 因为军演瓶满烟消位 汉光演习 反登陆作战首都预演 由陆军官职部结合后辈 在滩安迎击 扮演敌军的陆战队 超过十辆AAV拐 两栖突击车 强势踏上淡水河左岸 释放厌恶之后 头戴红盔的敌军 靠着掩护开始往前推进 各行火炮先后开火 战甲车带着守军的步兵 逐步前推 搭配后背动员 事先架好的阻绝设施 试图缩线敌军登陆空间 不让战线扩张 进而延伸到不远处的台北港 演习视同作战 战壕里部队严正以待 因为一旦失守 防线几乎等同溃体 沙滩的情况允许 就是像昨天那种状况的话 那它其实就可以 作为两个营的登陆正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段 它是勉强 共军是可以进行 旅集的正规登陆 从淡水河口以南 一直到 那个足围领口 这一带的沙滩 如果中共能够顺利控制的话 第一个它就有一个构长的海岸线 来构成所谓的登陆基地 让后续的部队跟增援的物资 可以快速的上岸 今年上半年 国军逐一验证 北台湾红色沙滩登陆可能性 如今看来巴黎摊岸 至少足以解放军 以淫为单位下放兵力 而这还只考量了传统登陆 巴黎反登陆作战 由海军陆战队的AV馆 扮演解放军的两栖装部战车 不过登陆的手段随着载具的进步 变得越来越多元 而国军要提防的 也包括准备进入量产的陆制 沿由气垫船 中共军媒持续宣传造舰能力 其中也包括国产气垫登陆艇 目前虽然仅有两艘 但官方夸口 只需要五艘就能将四个合成营 在24小时之内完成渡海 而且克服地藏的能力 台湾目前碍于没有相对应的装备 也无法实际验证反制 因为气垫船它可以让传统登陆艇 或者一般两栖战车 比较没有办法登陆的地方 都变成具有登陆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它会让台湾的海岸 可登地点变多 所谓双程多艘或者是立体突袭 本来就是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的方向 那这几年来说 他们的确是在往 所谓航空突袭直升机机 这样的方面 这样去发展的趋势 而今年操演北淘多个地点 都实际验证直升机机将 原因是数量越来越多的 除了洞拐屋两栖突击舰 还有空中突击旅 尤其是第一线对台部队 16年经改以后 那他在陆军 他成立了两个空中突击旅 也就在75集团军跟83集团军 那另外在空降兵军 他也成立了一个空中突击旅 其实机将 其实他是主流 那因为传统空降 他有空域 他有空降场的限制 那机将他没有 机将他只要有空优 有借户兵力 他只要找到一块适合的地方 他就可以实时来机将 中共官方不断大外宣的 三期登陆能力就摆在眼前 危机距离台湾到底有多近 很多兵凶战委的气氛 是人为操作出来的一个风向 实际上是并没有 官局长蔡明彦 日前一番话饱受批评 原因是只带了风向却不预警 其实学界普遍认为 中共发动武统的前提 是兵力投送能力充足 还有海空军的反介入能力 已经够成熟 专家更解析 缺的不是兵力 而是争端理由 其实中共的攻台 当然基本上不会是说 我要准备好了才打你 那是不太可能的 他只能同时准备 随时都可以保持 都可以出来 当然很重要 是不是我们踩到他的红线 他不得不 就算他没有准备好 他也必须要 采取相关的作为 台海空间有限 真实的战争 也不像游戏 把兵囤好囤满 等着大会战 在解放军攻台 最遭状况来临之前 国军只能尽全力 做好应对准备 TVBS新闻 徐梦杰玲瓏 是叶玉甫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